互联网研究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詹妮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使用Total Control这个软件 来进行安卓手机 投射到Windows电脑的操作 首先我们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 然后进入谷歌 搜索Total Control Download for PC 也就是Total Control的电脑端下载 选择它的官网进入 右下角呢,就是一个Download 点击后会弹出下载的画面 我们可以选择下载32或64的版本 比如我就选择了64 点击之后,把它下载到桌面 点击保存,就下载完成了 下载完成后,会出现一个解压缩的安卓包 点击右键,把它解压到同名字的文件夹当中 点击解压 解压完成后,会出现这样同样名字的文件夹 我们双击,里面会有一个Total Control图标的安装文件 再次双击安装,出现这样的界面 点击快速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之后,在桌面上会出现这样一个Total Control 电脑端的图标,这样电脑端Total Control的下载安装就完成了 电脑端安装完成以后呢 我们需要下载Total Control的手机端 手机端可直接在各大手机商店直接搜索下载安装 由于大家用的手机商店各不相同 这里展示Google Play Store界面 手机端下载完成后 我们需要一条USB连接线 把手机连上电脑 然后双击打开电脑端Total Control 打开之后 如果出现下面两个界面 说明你的手机已经成功地通过USB线连接了电脑 如果只是出现下面的界面 则说明没有成功 可能是USB数据线的问题 就换一根再试试或者多次插拔几次尝试 现在回到刚才连接成功的画面 点击连接向导 点击手动开启 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五个步骤 教你如何在手机端打开USB调制 首先在手机上找到设置 打开 出现设置页面后 可以直接点击放大镜进行搜索 输入开发者选项 找到后往下拉找到调试 并开启第一个USB调试 弹出是否允许界面后 点击确定 出现以上提示 就表示手机已经通过了Total Control投频到电脑 在电脑端你会看到Total Control已经在进行自动的连接 等到出现这个画面 说明连接成功 点击连接即可 此时在电脑端会出现一个手机界面加快速导航界面 把这两个快速导航界面关掉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操作打开USB调试的页面 这样就可以看到手机成功的投屏了 想了解更多Jenny老师直播课的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和YouTube专栏